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兰花的高牙 大概要什么时候才能拔下来 这是石斧兰 其实兰花的高牙呢 基本上你还是看到它长根的状况 你看这个根已经开始长了 表示它可以拔下来 通常我们建议都有三条根以上的程度是最好的 根太少的话你种不太会活 所以至少要一定的根以上会比较好 那基本上呢 通常拔的时候不要连这个 不要直接把这个直接拔下来 通常有些人会接一段的这个小枝条 毕竟这个小枝条里面呢 是它的养分 所以呢 多一些的母猪的养分的话 它是会长得比较好 相对而言呢 如果你单纯只有把它的牙拔下来 它会长比较久 高牙呢 是它的开花会跟它的原母猪会长一模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算是一个 比较自然的分身个体 那这种分身个体 其实它的速度其实长得不是非常的快 基本上如果你这个高牙下来要长到大 可能还是要一两年以上的时间 当然在母猪的上面越久的时间 它会长得越好 对 那当然也会长得越大 不过有时候 如果你在母猪上太久的时候 你的母猪的养分会被抽掉 会长 你会发现你的母猪长得不是这么的好 主要它的养分都被这种小苗抽掉了 小苗越多 母猪的耗的养分越多 它成长的状况越不好 这是没有办法 是因为这个算是 这个小苗是一个成长的地方 成长的地方 它就会把养分一直供应到这个地方来 但目前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根部非常的多 所以 其实这个可以剪下来种 那剪下来种以后呢 就是你只要包个水草就可以了 你用一个水草当底 然后下面用一个浸泡过的水草 然后当底 然后把它绑在上面以后 它就可以把根部放上去 这个就有可能会长起来 好 这一棵是 这棵是什么石谷 我忘了是什么石谷 不过这一棵呢 它的高牙长得还不错 今年长得蛮多个高牙 如果高牙非常的多 也有可能一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比方它肌部的根烂掉 有可能 不过还是要看它的环境 像这一棵不是根部烂掉的关系 是因为这个个体本来就很会长高牙 这个长了好几个 基本上每一个新牙都有一个 这都有一个高牙 这高牙是非常的可爱 那它母猪就一直供给它养分 所以如果你母猪的养分一直被抽走的话 你的母猪就长得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高牙有些人会把它剪下来 完全剪下来 基本上就不要让它继续耗母猪的养分 让母猪重新去成长 那通常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有些的个体是因为根部烂掉的话 所长得高牙的话 又特别是石谷懒这一系列最常见 石谷懒它的每个枝条是独立的 只要根部有烂掉或者是有黑掉 你会发现它就会长高牙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是它的特色之一 那请看这个也是高牙 这也是 这也是 这个都是 那你看这个是不是以前长的旧高牙 没把它剪下来 然后它就是会停滞生长 那有时候停太久的时候 它就会死掉 如果你的水分不够多 或是环境不够好的话 这高牙就会死掉 所以基本上 我通常会建议看到 你可以把它 过一阵子就可以把它抓下来了 抓下来了 它比较不会 不会在上面死掉 有时候你会发现突然 高牙在不适合的环境 它就哭掉了 或者是长得没有这么的好 所以基本上 还是建议说 如果你看到这个高牙的时候 能把它处理下来 那 拿个水草包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它根部就会上到板子上去 或者是上到蛇木上去 这个上到板子上去以后 过一阵 因为它这个 这个 这个根在裸露 在空气中 没有什么用 必须要攀到 某一些材质上 它才会开始吸收一些 养分 所以如果它 一直裸露在空中的话 是长的状况 通常都不是这么的好 那所以高牙也都有这个特性 所以基本上 通常都会还是把它建议说 你把它剪下来 围 围比较好 那 通常 有些 有些像蝴蝶兰 蝴蝶兰的高牙会比较 比较有趣 有时候它会 很长时间 没有根 基本上高牙都建议 有三个根以上 至少三条根以上 再剪下来 如果太少根的话 很容易死掉 那太多根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怕就是你的根部太少 它就容易出现 死掉的状况 所以这个根 不要太少 那你看这种 这种白色 这种绿色的头的根 刚新长的根 所以这个时候还蛮适合的 整个剪下来 是因为 这个剪下来的时候 因为它 现在在长 所以很快根 就会上到板子上去 所以你也可以看季节 基本上春天到夏天 季节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这时候还有成长季 秋冬以后 你在剪的时候 就会发现比较麻烦 因为秋冬它的生长季 就停止 这个停止的生长季 它就不会再长根了 所以你对根部 反而状况是变糟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要移这些高雅的话 通常都建议在春夏的时候 特别是在石忽兰的地方 因为石忽兰冬天不长 冬天的时候 它会停滞生长 这个停滞生长 你种上去以后 它也是明年再长 所以如果你在秋天 拔这个高雅的时候 你会发现效果非常的糟糕 因为过一阵子 它就进入到休眠期 因为冬天的时候 其实它基本上就不长了 就休眠了 那春天的时候会长 然后到一直长到秋天 秋天还会再来一次秋雅 这个秋雅的时候也会长 可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停滞时期 这个是石忽兰的特色 天气冷 很多的石忽兰在冬天的时候 是有很明显的停滞期 它不会再长 除非像是什么黄花石湖之类的 它的秋冬还会再成长 那个是少数比较特别 因为它们在原产地是在台湾的东部 当然东部的地方冬天会下雨 东北部的地方会下雨 那这些呢 它在秋冬的时候 继续有水 继续会成长 而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水特别的多 好 那这一棵呢 其实活在那个水雾基的上面 所以你看它那个雾气 水气多的地方 一样会造成它 去长那个高牙的现象 这一棵呢 它的母猪现在也在长新牙 所以呢 其实呢 它的母猪状况其实还不错啦 之前被我丢在旁边 那我就把它丢在水雾基上缘 丢一段时间了 那现在你看它每个牙 每个基本上每个 每个枝条都有来一个高牙 都有来一个高牙 你看这也有 不过你看这个就死掉了 这个就是上面的枝条死掉了 然后它这边 本来长一个高牙 然后可能看起来 这个要剪下来种了 这个 这个就是去年的高牙 去年的高牙 那你看去年的高牙 长不好以后 然后这个又长一个新高牙 就它有养分的地方就会长 那你一直不剪掉的话 这个高牙到时候 就会把养分耗光 那所以它这个到时候 枝条耗光养分以后呢 就会死亡 所以基本上还是建议 如果你像这个 这个末段已经枯掉了 就可以把它剪下来种 那这时候状况会比较好 如果因为它一直没有攀上 它一直没有攀上一个戒指的时候 它的成长状况不会好 就是非常有趣 就基本上你如果一直裸在空中 它是不够养分的 它也没办法吸收到养分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现在见咯 拜拜